好 回到华语泉之界来继续关心 俄乌战争其实现在也间接造成了 全球供应链的若干问题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为了面对中俄的挑战 美国跟欧盟贸易与科技委员会 发布联合声明 将通过制定共同战略 减轻国内 还有包括第三国非市场行为的影响 美欧将会加强十个领域的合作 像是统一电动车的充电站标准 还有设立供应链早期预警系统 还有加强半导体 人工智慧 粮食供应链的安全 那现在设立这个早期预警系统 就能够防范说 这两年的供应链不会发生问题吗 布老师您觉得 当然不能够完全做到 但是我们要注意说 他为什么会提出上这样子的看法 其实拜登在他竞选期间 他就已经提出过一个 全球供应链的一个 等于是白必书或者证件的证纲 那我仔细看过他现在当选 他去年1月20号当选 他发布了这个供应链的命令 104017号命令 然后这百日报告 一直到今年2月份的 那个百日完成了 一整年的供应链报告 现在他做的事情 就是按部就万在做 一直都在做这个事情 这个早期预警系统 就写在他的政纲里面 也写在这个百日报告里面 因为他认为国防部做得很好 国防部对于军武方面的供应链 有任何缺口 任何的漏洞 很早就可以防堵 随时在观察 都在观察 都在关注监视 所以他认为说 美国应该做这个事情 而且不是光是科技产业 而且他也承认说 我们美国不可能把所有的产业 通通都拉回到美国的国内 也不可能这个所有的制造基地 都在美国国内 虽然可以增加他的这个就业率 所以他必须要跟盟邦跟伙伴合作 那这个欧洲就是他 也写在政纲里面 要成立这个所谓的欧洲贸易 跟科技委员会 所以他现在做这个事情 就是他早就决定一步步来做 那本来设定的产业 慢慢在调整当中 所以你这边才会出现 半导体系一直都有 那人工智慧在政纲里也有提到 可是人工智慧 它基本上是一个技术 是一个软体 它真正要落实呈现 还是要呈现在这些所谓的装置设备 硬体里面 所以半导体还是很重要 比较多的是这个粮食的供应链 它过去比较没有提到 它这整个这个作为 其实基本上就是 重组全球的产业分工 来增加美国自己的国家安全 跟它的经济利益 对 这个影响的就是这些 所谓我们看他的盟邦跟盟国 或者伙伴 台湾就是其中之一 会受力 也可能受害 因为你是要 因为他的意图 跟你的国家利益不见得相同 他希望 这就是为什么台积电 跑到美国去设厂的缘故 他认为说 我的供应链要到美国国内 我才觉得放心安全 可是台积电自己 按照他自己的 所有的比较优势来讲 他是不是在这个时候 需要到美国去设厂不见得 所以说尤其这个半导体 它从一开始的正刚 到百日报告 一再提到这一点 这个在台湾来讲 对我们台湾来讲 台湾是以这个 自动讯产业为主要的 这个支柱产业 所以我们这一方面 受到压力最大 你张图里面 你看到那个Raymondo去对不对 右边第三位的女士Raymondo 左边第二位是戴琪 Raymondo就是美国 这个所谓的1407号命令以下 这个商务部跟国土安全部 和谐报告 报告的标题就是 自通讯产业 对 就是台湾最重要的产业 对 所以我们受到影响蛮大的 现在美国也在看的是说 就是在讲到供应链问题 这个华尔街日报也分析说 美欧强化合作的背景 是美国现在正在 演你一项新的 叫做有岸外包的策略 这个跟过去美国把供应链外包给成本 比较低廉的国家不同 所以有岸外包就是把供应链 这个限制在可以信赖国家 所组成这个范围当中 不这个解释就会很大 这是可信赖的国家 是美国说了算吗 可信赖国家让他先去说服韩国 叫韩国不要跟中国做生意 你劝得通吗 三星跟LOG在中国的半导体市场有多大 对不对 那鸿海即将跟马来西亚 它要去设这个12寸的晶圆场 对 那马来西亚难道不要卖到中国吗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美国跟欧洲基本上并不是 半导体的主要制造地 制造大部分都在亚洲 这个就是现实 像针对这个事情 你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这个欧洲所的所长崔宏健 他已经表示说 改变这个产业链的布局 但不是开一次会就能够改变 而且他说 这美国这样的想法是一厢情愿 不是吧 因为你要去全球化 用政治逻辑来推联盟 你就是要把价格推高 所以我想进一步请教委员 就是说 你看当供应链的伙伴 不再是用成本作为考量 他不是用经济来推 把人嘴巴讲的 对不对 还是用政治 现实从未成功 到现在都没有成功 现在大概只有手机的高阶晶片 是确定的 其他他并没有办法强制 比如说车用晶片 28奈米 照样在南京生产 你为什么还是买 你为什么要继续买呢 对不对 他比如说高阶的 他就确实就没有办法制造 其他的还有跟中国的贸易 有一些就 有一些在灰色地带 那我不知道他会多广义 也许不止半导体 我随便讲 比如说物联网 物联网就牵扯到那个感觉 各种感觉 大部分也是在中国制造 要不要买 太阳能 太阳能电磁模组 大部分也在中国制造 你要不要买 他到时候一定会陷入一个难度 本来就是因为物联网 如果那个供应链是方方面面 不是只有一个项目 对方国务员稍微补充一点点 就是你刚刚讲那个全球分工 全球这个供应链 它其实我们常用生态系来形容它 它是自然按照自然的禀赋条件 自由竞争长成这个样子 而且花了很长的时间 所以当然是不是开一次会 所以从拜登上任到现在一年多来 它不停在全世界 它的本人跟各地方开会奔走 就是要说服各个国家来调整这个 自然成长成这个生态系 这非常不容易 要很长的时间 现在除了供应链的合作 最近也看到了美国财政部长叶伦 他到欧洲去游说 欧盟各国接受对跨国公司 征收15%最低税率的政策 那这一趟去叶伦特别针对这个政策 在欧盟当中主要反对这个政策的 向波兰进行重点游说 那么希望能够让波兰转变它的态度 来支持这个政策 那现在以波兰为首的 这些部分的欧盟国家 反对这项政策最主要的考量 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 大使 当然希望跨国企业 还是去他们那边设立总部 设立营运中心 那美国做这件事情 只是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防止美国的大企业外逃 因为美国现在的这个企业税是21% 这个是川普的时候降下来的 那可是现在拜登正在要往上调 他去年提出来的希望调到多少 调到28% 那后来最后一个方法 28是原来的税 现在是调到26.5% 也就是500万美金课税收入 每年收入 课税收入超过500万美金的话 你的税率就是25.8% 26.5% 现在还没通过 就还在这个国会里面 可是他们最怕的一个就是说 我把这个税提高以后 美国很多企业 他就把总部移出去 过去移的最多是爱尔兰 爱尔兰在有一段时间的时候 90年代 2002世纪开始 他成长精神量率是两位数的 基本上就很多公司都把 他的总部放到爱尔兰去了 当然有英文的优势 环境的优势 法治的优势 可是现在呢 美国又要把这个企业税往上提 他就怕又有一波企业外逃 成本垫高了 对 所以他就先把企业外逃的路线 先破坏掉 也就是说先到这些 可能他知道 匈牙利 波兰 爱沙尼亚 可能可以吸收一些 他就希望你们都把你们的税 提高一点 爱尔兰原来是12.5% 那现在基本上提到15% 对 那可是波兰 匈牙利 爱沙尼亚不愿意 就是说这是你美国的问题 你为什么要阻断我 作为国际跨国企业的总部 或者说营运中心的机会呢 所以越来越有机会说服这些国家 去答应配合美国或者欧盟吗 我觉得匈牙利不太可能 波兰有机会 波兰可能有机会 匈牙利比较没有机会 因为俄乌战争嘛 然后现在看起来波兰跟爱沙尼亚 配合最激烈 所以这也是美国的机会 这趟夜轮去 左耀斯西方要提醒这个西方的盟国 说这个在对抗俄罗斯 入侵乌克兰的同时要谨慎 而且是团结来这个约束 中国大陆还有中方的一些商业的行径 那这个时候其实也看到 在南德意志报 这边就分析说呢 必须要加强欧盟市场的内循环 他特别提到德国的这个经济模式 现在已经产生了危险的依赖性 说天然气是来自于俄罗斯 但经济增长呢 是依靠中国的出口 这个状况必须要改变 可是欧盟自己现在看到 它自己内部就有很多的隐形壁垒了 那欧盟市场要统一 已经推动很多年了 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 还是没有任何的解决方案 老师怎么看这个事情 这个南德意志报这篇 我也看写得非常长 它基本上是一个政策建议 它的结论其实就两点 一个就是加强欧盟 内部市场的整合 再加上一个所谓的内循环 那这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希望能够自己自足 所以你要问说 这个自己自足 这个政策建议有没有可能 以这个欧盟27个国家 24种官方语言 然后4亿5000万人口 要变成一个自己的国家 什么都自己自足 当然是有可能 但这个要做到 要花非常长时间 就要调整 对 因为过去我们20几年 30几年冷战结束之后 其实是个全球化的过程 我们刚才前面也讲过了 它花了很时间才成长成 这么一个生态系 所以你现在要把它调整回来 这个非常非常困难 会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 那你刚刚问说 欧盟已经整合这么久了 对不对 欧盟最早从这个煤钢共同体 到这个欧洲共同市场 到现在所谓的欧盟 那它本来最初的初衷 是为了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是个集体安全的 这样子一个概念 那可是那个经济也很重要 可是我们刚刚讲 每个国家都不一样 有大国小国 法国 德国很大 也有这个荷比卢 或者是波罗迪海小国 最重要的是还有富国跟穷国 那个穷的国家它的丙富 它的国内环境条件都不一样 那你如果通通都一体实用 全部都是自由竞争经济思想 这个欧洲很多国家 其实不能接受 很多政党都是比较偏左派 社会主义政党 所以为什么到现在你说 还有很多的贸易壁垒 隐形的 这个国家之间的贸易障碍 其实就是为了能够更公平一点 所以这个调整是需要时间的 欧洲现在也在面临非常严峻的经济问题 因为这个Marketwatch 他们就报导说 欧盟职委会发布了一个季度报告 说欧元区今年的经济成长率 从二月预估的4.0% 大幅下修到2.7% 2023年的经济成长率 预测是从2.7%下调到2.3% 那欧盟负责经济的职委 叫做简提洛尼 他就说呢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就是俄乌战争当然对经济造成 复苏上的压力 可是他们也预计说 今年欧元区的平均通膨率是6.1% 算蛮高的 因为这个3到10%算是温和性的通膨 但是对经济会造成负面的效果 可是完全归咎给俄乌战争合理吗 当然通膨的急剧恶化 俄乌战争是没错 主要原因 也不能叫主要原因 因为美国进入升息循环 然后中国封城导致的供应链主射 这都是原因 所以还有疫情 欧洲自己也有疫情 他也才刚开始解封 所以你归咎到俄乌 当然通膨我同意 可是他的经济不如预期 这样就太归咎到单一原因了 没有那么简单 不过法国是非常明显 因为法国本来去年是经济成长非常好 那今年明显就是被俄乌给打乱掉 所以这个经济复苏 现在就已经扯到很多面了 因为包括你欧洲长期 是不是处于不稳定状态 你看自己现在也是闹哄哄的 内部也不一致 那这个坦白讲 美国是很容易获利的 proteins 很容易